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百万人口 饶阳警方又该从何查起 全机出渡 所有人员在附近几公里之内查找 一具尸体的出现的案情有了转机 与一组组织大本已经没有了 还是国座了 面对家属无奈的释然 饶阳警方又该如何抉择 拔刺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一辆车被抛弃在了饶阳县的一个村子里 车里还有大量的血迹 却空无一人 这个人从车内离开的时候 肯定不是自己走的 现场车牌被撬 行驶任何一部手机也被破坏 扔在了一旁的草丛里 好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刑事案子了 饶阳警方觉得 车主应该是遭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而这里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凶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残缺的血掌纹 似乎成了破案的关键 整个的是血手印 其中有一个手指就是清新 通过车辆的车架号 警方查到了这辆车的车主 是位于脖头市的李世良 而李世良前一天晚上 八九点出去跑出租拉客人之后就失踪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经过调查 饶阳警方发现 前一天乘车的两名年轻男子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一胖一瘦 二十来岁 掏着这是五强 饶阳一带扣烟 通过监控视频的侦查 张小光他们在一处监控视频中 发现了这辆车的踪迹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讲了发生在河北省饶阳县的一起案件 一辆下离车被遗弃在村口 车里有大量的血迹 但是车的司机李世良却不知去向 警方调取了大量监控 最终在302省到的冯庄小学附近 发现了李世良的那辆下离车 根据警方距离推算 从附阵开车到这里 正常行驶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 但这辆车却用了20多分钟 但是饶阳警方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差 想要完成杀人并且移动和处理尸体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张小光他们就推断 案发当晚的9点25分 也就是李世良的下离车 行驶到冯庄小学时 他应该还没有遭到侵害 如果是这样 那么李世良被害的第一现场 就应该是从冯庄小学 到刘楚村这段路上 接下来警方该如何调查呢 从冯庄小学到车被发现的刘楚村 大约34公里 途经五强县和饶阳县 于是张小光他们决定 以302省道尾轴线 向两边10公里范围内 开始查找线索 而这沿途我们追了这一路 能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还是倾向于这个车 改变了行驶路线 他没有继续在这个省道上行驶 而是转到了乡间的小路 根据监控路向 查找车辆的线索断了 于是警方就把侦查重点 转移到那两个打车的年轻人身上 找到他们 也许就能解开李世良失踪的谜团 其中就是身材较瘦的这个 当时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 就是面部有点遮大 就是对这个面部特征描述 不是很清楚 但是另一名比较胖的男子 当时面部没有任何遮大 他们能很清楚地描述 他这个面部特征 于是公安部门的画像专家 对其中较矮较胖的男子 进行了模拟画像 这就是当年警方 绘制的嫌疑人肖像 不务正业啊 有游手好钱的这些人 就逐个来排查来 8号晚上在干什么 当天晚上是不是说到这个福镇那边去了 全地出动 所有人员在附近几公里之内查找 我们沿着公路两侧 就是附近的地理机警 进行了大量的搜索排查 搜索的区域涵盖了 伯头市 武强县 饶阳县 有着近百万人口 张小光他们拿着嫌疑人画像和车辆照片 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几个排查小组 一直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当时就是能想到能做的工作 我们都尽力去做了 也是感觉到这种压力比较大 张小光陷入深深的自责 根据他的推测 从嫌疑人抛车的方式上看 应该没什么犯罪经验 可为什么隐藏得这么深 那两个年轻人 那个残缺的血手印 就这样深深地刻在了张小光的脑海里 可以说是饶阳县工厂局 做了大量的工作 主要是为人擦造尸体 一致就是腰无隐性 就这样 专案组在不干中解散了 但饶阳警方并没有停止侦查 那段时间 张小光他们一旦知道临近的县市 有抢劫出租车的案件 就会立刻赶过去 看看是否能跟这起案件有什么联系 他们一旦发现附近有无名的尸体 就会第一时间 与李诗良的DNA信息进行比对 还有那枚在下列车驾驶室 外侧玻璃上发现的血指纹 张小光他们也定期 和全国公安机关指纹库里的信息 进行比对 他们相信迟早有一天 凶手会露出水面 就这样八年过去了 2019年7月18号 一具无名师的出现 让案情有了转机 这具尸体是在与饶阳相邻的五强县发现的 有村民在五强县一座大桥下面乘凉时 发现了一个裸露的头骨 于是报了警 7月18号上午9点多钟 接到报警 我们就行政大队 还有技术人员 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经过这个挖掘 挖掘出了一具干尸吧 就是说身体皮肉堵这大碗已经没有了 全是骨头了 这是一具男性的尸骨 经过测量长度是1米7 从尸体上来看 并不能判断它的死亡原因 因为骨头上没有任何损伤 尸骨穿的衣服 都是一些冬天的衣服 穿的是比较厚的 在外套左胸靠上 发现了有两处破口 毛衣上面有七处破口 往上那衣对应的 跟毛衣对应的也有七处破口 在尸体左大腿处 也有类似的两处破口 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刘海洋 一眼便看出 这些破口应该是 担任锐气刺伤所导致的 埋尸已经五六年以上了 才能形成这样的外国化 结合这里的地理环境 法医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在 五到十年之间 而具体的时间 需要做进一步的化验 才能知道 清点它这个尸骨上的 随身物品 然后发现有一串钥匙 然后那个钥匙扣 已经全部腐蚀了 在那个尸骨的颈骨 带着一个红绳拴着的金柱 引起五强警方注意的是 在这串钥匙中 有一把汽车的钥匙 上面有清晰的 天金全拼的字样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就说前些年老捆的下列 车内钥匙就是那样的 这个细节让赶到现场的 五强县公安局长激动不已 这个非常巧合 五强县副县长公安局长 就是这个案子的 当时我们这个案子 11年这个案子的主管行政的复理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案子 于是五强警方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李诗良的家属 来现场辩认 另一组技术人员 将这具尸体的DNA样本送简比对 随后的DNA比对结果 也证明了这具尸体 就是八年前失踪的司机李诗良 于是在衡水市公安局的牵头下 饶阳县公安局与五强县公安局 开始联手侦破此案 张小光也再次回到了 八年前的地方 又回到了这个案件的起点 八年前我们发现这个车的现场 刘州村 正好那天这个李某的家属 也到派出所来了解 这个相关的情况 八年以来 张小光用自己的睿智破坏了无数个案件 也已经从那个初出茅庐的警察 变成了如今的饶阳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的并不是案件本身 而是如何面对被害人的家属 对于案件他可以冷静分析 理性对待 但对于被害人的家属 他却不知如何面对 我心里准备了很多的话 看到家属以后 就是想安慰一下他们 时隔八年 李时良的妻子一眼便认出了张小光 但这次 他没有像八年前一样激动 而是异常的平静 结果和家属握了个手 然后妻子就和我讲 说这么多年辛苦你们了 说一直在给我们查这个案子 说现在老李也找到了 说人我们已经拉回家火化了 如土鸭了 也说代表这个家庭谢谢我们 当时我反而准备的这些 心里想说的很多这些话 就突然间说不出口了 他妻子一直也没感觉 一直还在抚养他的孩子 他这么凭我就感觉说 第一是我们公安工作 是认可我们的工作 但是他觉得他的案子破不了 给他破不了案子 他觉得无所谓 李时良家属无奈的释然 让张小光感到羞愧 也让刚刚上任的 饶阳县刑警大队长刘战强 暗下决心 我必须拿下这个案子 给家属一个脚转 八年后再次查案 尸体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尸体埋藏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侦查到多名可疑人员 张小光他们却为何迟迟无法锁定凶手 关系解密的两个人 为什么在一年这个时间节点以后 分道扬镳 八次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时隔八年 尸体终于找到了 从尸体上的伤口上 张小光他们判断 凶器应该是一柄宽约三厘米 长约十五厘米的担任匕首 但是伤口分别在左胸和右腿处 相对比较远 而且伤口一共有九处 那更加让张小光他们确定 凶手应该不止一人 尸体埋藏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桥的这个位置 不能说是偏僻 它并不隐蔽 这座桥位于武强县孙庄镇 黄府村村东的一条人工区上 我们这哪个县都有这个区 六十年代可能修的这个区 但是现在这么多年已经荒废了 下面都是打草丛生 没人上桥下去 它只是从桥上走 发现尸体的地方 就是这个桥的正下方 太阳晒不到 下雨也淋不到 但是尸体埋藏的并不深 因此经过了八年多的风吹 逐渐显露了出来 嫌疑人作案后抛弃车的地点 是在一个村子里 显得非常仓促 但是掩盖尸体的地方 却选择得非常巧妙 他把尸体掩盖在那 对那应该很熟悉 于是警方围绕发现尸体区域 化了重点的村庄开始排查 经过两天的侦查 两地警方排查到了 几十个符合条件的人 但是接下来要想弄清楚 八年前的一天晚上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跟谁在一起 当晚的活动轨迹是怎样的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案子就陷入僵局了 这个怎么办 在经历了多轮案情研判后 刘战强他们做出了 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不行打草动手 好的 轰起来 虽然时过境迁 很多人没办法回忆 八年前那晚身边的人做了什么 但是真正的凶手 一定对那晚的事记忆深刻 刘战强他们首先 对比较可疑的人 进行24小时的重点遁守 然后借助衡水市局的平台 发布宣赏通告 并通过媒体将尸体被发现的消息 透露出去 果然 就在警方发出 悬赏通告的第二天 在警方重点监控的人员中 有一名叫做魏某的男子嫌疑 陡然上升 魏某平时嚣张把扑 经常出去跟朋友喝酒聊天 但警方发布悬赏通告之后 他却经常在家不出门 张小光他们随即调取了 他的通话记录 发现最近两天 他跟北京的一个号码 通话十分频繁 我们通过工作 北京这个人确定叫二菲 和他是邻村 年龄一般大 一年的春节前后 就反映之后这两个人就离开了 以前半年没有联系 就这两天联系 由于之前警方就推断 作案的至少是两个人 魏某的这个行为 让刘战强他们觉得 这个北京号码的主人 很有可能就是 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嫌疑人 关系解密的两个人 为什么在 11年这个时间节点以后 分道扬镳 各本东西 我们感觉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去 对这个魏某进行抓捕 于是警方决定先用其他理由 对魏某实施控制 再进行审问 空位的监控就发现这个魏某 就是他在这个恒水市 就是这个KTV 这个洗衣中心里边工作 就是每天经常拉着这个 就是在KTV工作 洗衣中心工作 女的来回走 2019年7月22日凌晨3点 经过周密策划 两地警方决定 先以涉黄的名义 对魏某实施控制 在宣问中 魏某对2011年 抢劫杀害刺激李世良的事 是供认不讳 并且交代 与他联系密切的北京号码 就是他的同伙田某 为了避免另外两名嫌疑人 得到消息后畏罪潜逃 恒水市公安局决定 立即组织饶阳 五强 藻强三地警方 对剩余两名嫌疑人 连夜进行抓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求是 同时抓捕 方子打操警示 在市局的统一指挥下 犯罪嫌疑人魏某 暂由五强警方审讯 饶阳警方连夜前往 北京犯罪嫌疑人田某的住所 藻强警方也赶到 张某在藻强的所在地 准备同时抓捕 7月22日上午10点 田某在北京的一所出租屋内被抓获 11点 张某在早墙一个木材厂被抓获 两人在被抓回来的路上 都将当年的犯罪事实交代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知道 为什么 那会儿帮他拿来十天了 警方通过比对发现 现场遗留的血指纹 为嫌疑人魏某所留 而画像专家根据目击者描述 所画出的嫌疑人画像 正是犯罪嫌疑人田某 当时这魏某和这个二妃 十七周岁 魏满十八 然后很早就撤学了不上学 三人之前就一直在杀了 实施抢劫 弄学前来 但是他们并没想过 就说杀人 据三人供述 他们都是武强县孙壮相人 是小学同学 当年初中没毕业 就都辍学在家 也没有正当职业 魏某和田某 还由于不服家里管教 都和家里人发生了矛盾 游手好闲 不服争议 家里管不了 没钱 家里人也不给钱 魏某少人理 缺钱 没钱 他说出去不行抢了钱 案发那天 魏某和田某喝了点酒 又动起了抢劫的念头 就这样 李世良成了他们的目标 而在实施抢劫时 由于当晚李世良也喝过酒 言辞之间 并没有把他俩当回事 当时李世良反应就是 你们才多大 就干这个事 而两人本来就很慌乱 加上李世良的言语刺激 就将李世良杀害了 而后 他们也只从死者身上 抢到了200块钱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让我回到11年 我绝对不会再干这个事 虽然当时三人都未满18周岁 但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 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人目前已被 饶阳县检察院批捕 等待法律的制裁 这情感间的整破 体现了我们横吹死共亚军 这个切而不舍 敢打影仗的这种作法 也是我们劝死性人民经 痛心谢礼 合成作战的一个提醒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 佟丽华老师 欢迎佟老师 王老师您看这些案件 仅仅是为了200块钱 就杀了一个人 您怎么看这个案件的起因呢 其实现在很多过早辍学的孩子 他们在社会上 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来源 其实往往家庭也不会太富有 父母也不会给他多少钱 但是他年轻有消费的欲望 他有需求 这时候就往往为了钱 甚至很小的一笔钱 就不惜违法犯罪 我们处理的就是未成年违法犯罪的案件 70%以上是初中没有毕业的 其实他辍学以后 学校没有管理了 那么家庭的管数 显然也是跟不上的 另外也没有单位的管数 因为这些人没有就业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三不管的状态 这些孩子非常容易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 当然也容易受到权力的伤害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这几个孩子当时作案的时候只有16 7岁 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这样一个情况 有的人甚至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设限 有点过高等等等等 这个现状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因为刑事责任年龄不够 他犯罪以后到底怎么处理的问题 客观说这是我们制度的一个挑战 我们的刑法当中只是提了必要的时候由政府收容教养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由谁决定送到哪里去收容教养 我们没有具体的制度 导致在司法实际中 其实公安机关也遇到类似的案子 也不知道怎么办 当然从解决方向的角度来说 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大的方向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通过刑法来解决 这是社会上互相很大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从预防未成全犯罪的角度来解决 你比如来说 我们的专门学校的制度 我们的收容教养的制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预防未成全犯罪的制度体系当中 他应该去 但是他不去怎么办 包括因为刑事责任年龄不够 没有接受刑事处罚的 应该去哪 我们的预防未成全犯罪 所以应该说我们缺一些硬的制度 换句话来说 我们在预防的时候 我们有法治教育 我们有训诫 我们有批评教育 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学校要教育好 但是这孩子就是顽劣不堪 或者履教不改 怎么办 我们缺一些硬的制度 所以说从预防未成全犯罪法的角度来说 把专门学校的制度 甚至收容教养的制度 这个制度我们要补上 毕竟这个制度是带有强制性的 除了法律之外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避免孩子最后会走到这一步 其实在孩子流落到社会上去 包括不去接受教育 这个过程中应该说 父母还是败了 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括这次未成全保护法征求意见 是不是要把家庭教育发展成公共教育 司法机关能不能要求父母 必须去接受家庭教育 换句话来说 要当众父母来提高教育的能力 甚至有人会建议说 让父母也承担一些法律责任 父母接受强制性的家庭教育 也是一种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但是父母在多大范围内 是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还是行事责任 这是立法 我们可以说可以来完善的地方 其实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力量 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介入 另外一个就是 专业的社会组织的财业 专业的社会力量的出现 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就得有人花钱 专业的社会组织 背后需要政府购买服务 那么政府购买服务 投入更多资金 来培育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 来帮助家庭和学校 提高针对性的教育的质量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做的工作 对 几个孩子必将为他们多年前犯下的错 付出法律的代价 通过今天这些案件 也让我们更多的人 来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 这里面包括家庭 学校 以及社会 给他们营造一个健康的 安全的成长环境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 人格健全 身心健康的人 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必将有重大的意义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佟丽华主任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是中国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